所以我們這個地方我要知道誰最大 那就用什麼 Max i 先把N1 先 會先執行這個 就是2跟3先比一下誰最大 再跟什麼 第一個比 那回來的話 不就是最大了 應該懂的意思吧 他會先2跟3比 比完之後 再跟第一個比 會return回來 就是最大的 那最小的剛好是 後面兩個箱 2跟3先比 誰最小 最小的再跟1比 那就知道誰最小了 所以會有X跟Y 所以這邊特別注意 所以我們是建了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是比大的 一個方向是比小的 傳兩個 兩個引數就可以了 Return 這個是return大的 這個是return小的 OK 再來的話 把最後的結果給輸出 最後結果輸出什麼呢 因為我比完之後的話 比如說比完然後要相加 按送出 會需要看到什麼 最大的 比如說是剛剛那個 X 最小的 三個相加 或相減 如果假如說我今天 全部都勾好了 比如說我加減乘除都 都勾的話 那當然3 這底下全部都要出來 加減 只要有勾的 就要輸出 那沒有勾的 就不輸出 OK 這個地方怎麼賺錢 一樣 這個地方 最後呢 我們先給一個變數 這個變數的話 假設是T 這個T值是什麼 就是我要最後輸出 那個最後的 加減乘輸 結果的 那個字串 那個字串的話 其實 底下的話 就是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 什麼呢 有沒有 C1 裡面是on的話 那表示有打勾 對不對 表示裡面 C1有打勾 那就執行這個 做什麼呢 先串接一個什麼 三個相加為 冒號 串接 把這三個加起來 串接一個什麼 BR 換行 所以一樣的道理 相減 相沉 相除 你看不就都一樣 所以如果 它裡面有on 表示說有打勾 有打勾 也就是有跑 有的話 才會去執行 最後就把結果給輸出了 並且 是H2 就是標題2的那個字形大小 OK 那輸出的話 結果就是 如我們所願